最微型的外向型的经济体 香港唯一的出路是尽快的控制疫情 全面加入国家的内循环 也就是在心理上在行动上 坚定的与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 继续扮演中西之间桥梁纽带的角色 为两个循环的连接服务 重置中央对港的方针政策是坚持不变的 一国两制和国家安全 它是不冲突的 是兼容的 是可以兼得的 第二是支持特区 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打造一带一路功能平台 实现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 支持港澳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高质量的建设越港澳大乱区 也提出要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 干预港澳事务我们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的 把勿发展改善民生 世界银行预测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2% 明年将达到7.9% 是全球唯一正增长 而且强势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我们的经济总量将突破100万亿人民币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比 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可以说我们是全球毫无争议的 最大的和最具潜力的市场 中国显然比美国更具优势 在香港我们应该比世界其他地方 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